阿美是一位刚入职的女秘书 由于靓丽的外表 公司里的男职员们 总是对百般讨好阿美 看着男同事们一个个猥琐的样子 阿美非常无奈 特别是这个高个子猥琐男 每次总是在多人运动结束后 狠狠地补上一刀 让阿美非常的欣赏 几天后又到了出差的季节 老王和老黄 领着阿美来到外地出差 并且还要求阿美和客户洽谈的时候 表现得主动一些 争取一定要拿下订单合同 看着老王老黄的猥琐模样 阿美当场就想用妹妹家暴他们 几分钟后 阿美与众人来到酒屋 与客户开启了愉快的洽谈 期间客户也一直夸阿美漂亮 还说只要阿美表现好 就一定可以签合同 阿美听后 当场就表示很热 还把外套脱了下来 老王和老黄见状 也明白了咋回事 当场就离开包间 站在门口等待 与此同时 客户也与阿美 在包间里 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交流 期间 客户不停地 让阿美多喝酒 并且让阿美体验到了 炽热的合作诚意 事后 男同事老王 非常热心地 扶着阿美回到酒店 由于导演的安排 酒店只剩一间房 于是在那一晚 阿美不仅感觉到了客户的诚意 也体验到了来自男同事的关怀 那一夜 阿美彻夜未眠 不停地挥洒着汗水 运动到了天亮 第二天一早 在退房之前 为了纪念这次商务之旅 老王又一次与阿美 开启了深入的工作交流 就这样 一位刚入职的美女秘书 得到了来自客户和男同事的帮助 最终成为了社长的太太 每天都用特殊的方式 鼓励着公司的男下属们 在这边